我們 Director 是出責員老師 我們有網址 第一個網址是我們國家經濟醫學研究中心的網址 下面那個網址是線上服務系統 就是一般我們要申請服務 然後觀看我們服務的流程走到哪邊 申請流程的另外一個網址 那我們的經濟型鑑定跟經濟醫學研究是 全面搜尋人類製品機非常重要的經濟分析技術 所以我們目標是希望能夠提供 國內高通量的GENOTYPING SNIP或是STRP的GENOTYPING 那另外我們也提供NECGEN SEQUENCING 那希望我們透過這樣子的高速的經濟體分析 能夠提供我們國內完整大量的冰管原格的經濟分析服務 那期望能夠找出對致病以及藥物感受性相關的基因 那促進能夠找出一些更新鳴的診斷方法 跟治療新藥 那最終目的就是提升人類健康的福祉 那我們中心所提供的服務呢 就是有幾個大項 第一個就是樣本的Sample DNA的抽取 萃取 那從5CC或10CC的全血 或者是Cultured Cell裡面去抽取出DNA以及儲存 那這方面的都有提供服務 那收費的話就可以參考我們網址裡面的 各項服務的收費 那另外SNIP GENOTYPING 我們有分兩個平台 那第一個平台呢就是客製化的 那也許說各位可能已經做過 HOLD GENOTYPING 對某一個REGION KEDA REGION有興趣 想要進一步去Find Mapping 或者是說有一些KEDA GEN 對是你們現在研究 各位研究有興趣的 希望能夠在這些GEN上面 去做SNIP的分析 那就可以作用這個平台 CITRENO的這個平台 那它是客製化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 完全就是HOLD GENOTYPING 那我們是FMATRIX平台 有幾套的這個CHIP的 可以供用戶來使用 那另外就是我們有提供 這個SHORT TEND THEN REPEAT 這個MARKER的GENOTYPING 那在這個 NECGENSEQUENCING的話 我們這邊有HISIC 2000 引擎Rush 4i4 Titanium的系統 那另外我們也有 BiIT的一些各項的服務 待會兒都會做介紹 那DHOS的部分 我們就先 先 各位可以再看 我們的網站上面的 各項收費 那另外SNIP GENOTYPING呢 它有分好幾項 SNIP GENOTYPING 在這個客製化的這個平台 有分HME的系統 跟IPLEX的系統 那這個的話就完全是看說 因為我們這個 它是可以MULTIPLEX去分析的 就是一個REACTION 可以同時分析好幾個SNIP點 那最多可以像 IPLEX最多可以分析到 36個SNIP 那HME可以同時分析 4個SNIP以下的 就按照就是看User的 這個SNIP的這個點數有多少 那我們有一些軟體可以供設計 然後去看說 我們要多少個REACTION 多少個SNIP點在一個REACTION裡面 這樣子越多的話 這個成本就會 每個GENOTYP的成本就會降低很多 那這個呢 它就是 另外我們也有提供老鼠的GENOTYPING 有兩項 一個是這個可以分 這個NU老鼠的GENOTYPING 它可以分B6老鼠 跟其他STRAIN老鼠 STRAIN的差別 那因為ENU老鼠 它是BGROUND是B6老鼠 所以我們這個PANEL 就叫ENU老鼠的GENOTYPING 那另外我們也有一個MOUTH SPEED的CONGENIC PANEL 它可以分區分129X1這個STRAIN 跟其他老鼠STRAIN的差別 BGROUND的差別 那所以說它是 因為CONGENIC老鼠 它的BGROUND是這個129的 所以它可以用來去分這個129老鼠 有跟其他的這個GENOTYPING的差別 那在HOLD GENOTYPING的SCAN的話 我們是FMATRICS平臺 那我們有提供ASI CHB 以及SNP6.0的CHIP 那這兩個呢是TITANIN的系統 ASI就是根據亞洲人種的這個DATABASE 去挑選出有HOLD GENOTYPING高的這些STRAIN 那它就在這個CHIP上面做了 可以分析60萬個點 那在CHB呢 它是根據漢人 北京的這個HOLD GENOTYPING的這個DATABASE 去挑選出了60萬點 就HOLD GENOTYPING的SNP點 去做成這個CHIP 那我們內部使用的結果是 我們台灣的人在做GENOTYPING的時候 這兩個都去做的話 的確在CHB這個CHIP上面 HOLD GENOTYPING最高 所以最適合我們台灣的人 要做HOLD GENOTYPING的話 可以選這個CHB的這個CHIP 那另外在這個 如果我們想要用重拾做STEP GENOTYPING 也想要做COPINUMBER VARIATION的話 那在SNP 6.0這個CHIP裡面 它有提供90幾萬點的這個SNP的SNP 它可以分析COPINUMBER VARIATION 另外它還有90幾萬點 90萬點是做SNP的VARIATION的GENOTYPING 然後這些都是像SNP的 它是以一個一個DNA樣本為單位 那這個ASRI跟CHB 都是以一盤90幾個樣本為單位 那這樣子換算下來 其實每一個SNP的 都是大概0.00幾塊錢 都還蠻便宜的 那這個呢就很適合 那這個HOLD GENOTYPING很適合做 HOLD GENOTYPING的CASE CONTROL VARIATION STUDY 還有LINKAGE CANCER GENOMICS LINKAGE DISCREDIT VARIATION 那另外這個服務是 Short and then repeat marker的這個GENOTYPING 還有PCR產物可以去分析 那因為這個Short and then repeat marker 是一個我們人類 兩個成對的藍色體上面 它每個Allel它的Repeat的長度都可能不同 所以可以用來分析這個物種演化 或者是親子遺傳方面的研究 那接下來在Sequencing的 NeggenSequencing方面呢 我們的SHIC2000上面的平台 我們有提供幾項服務 那第一個就是HOLD GENOM的Sequencing 那我們是提供30倍以上 我們的束縛大概都是30倍以上的Sequencing服務 那這一項呢是EXOMED的Sequencing 那我是用Illumina TrueSeq EXOMED的Kit 所以它的Target是62枚 那我們平均的Target的Coverage 就是70到80倍的Coverage 然後10倍Coverage以上的 大概是93%以上 都可以有10倍Coverage以上 那另外呢 它有就是任何的GedomicDNA Prospecia and Recon 那都可以選這個做這個DNA 樣本製備去做這個NeggenSequencing 那我們有提供8扣 所以說可以每個樣本都用不同的8扣 那可以PRO再起Loding在同一個Land 那如果是束縛不需要這麼高的話 可以PRO在同一個Land 那之後我們再拆這個8扣 就會分析不同的樣本它的定序的結果 那所以樣本製備跟要跑的這個Land 是PRO是拆開來的 所以可以自由搭配 那這些我們都有包含基礎的分析 就是Bioinformatics的一些技術分析 那包括Mapping、Calling 那Sniper跟音調的Annotation 那就是包括這些Sniper 就是Single Nucleate Variation跟音調 它們是位在什麼基因上面 那這個Variation是在Coding Region 還是UTR還是Intron 還是Bri-Side 或者是這個Variation 它是在不同的物種 那我們是根據從不同的Database去分別去比較以後 把它整合起來一起呈現 所以就不用去分開不同Database 還要去做很多的步驟 那這個步驟呢 就是在不同的物種裡面的這個Protein 然後去比較它的這個氧化 那這個改變是Non-Conservative 還是Conservative 那氮基酸改變 那這個改變呢 它是會不會影響到Protein的Domain 它這個位置上面有沒有Protein的Domain 那這個Variation它會不會影響 就我們從一些Database去預測 它會不會影響Spricing的Regulation 包括這些 那我們也會 如果有用戶有需要的話 就是我們也可以說 就是filter掉Database DBCDatabase 或1000Gino的Database 去filter到這些已知的 去找出新的 那些Time Annotation 這些是我們基本的這個分析 那如果是進一步的分析 可能是不同的User 不同的Sample 去分析Case 或是疾病組對照組 那這個我們就要再跟IT去討論 怎麼樣去分析 那至於RNA的部分 RNA的Significing的部分 我們有分A-Message RNA跟RRNA Depleted 就是這個RNA的樣本呢 像A-Message RNA 我們RRNA的樣本是Total RNA 那這個RNAQuality要比較好 我們是建議官方 就是Eluna他們是建議是Ring值 就是Perangeline Chip Ring值8以上 就是比較沒有Degrade 沒有Degrade的樣本 因為理論上就是 我們是用抓PolyA的 這個Message RNA抓下來 那如果說有Degrade的話 當然可能會有些地方會 前面會抓不到 如果被Degrade掉 所以它的Coverage 可能就不會很平均 所以我們盡量是希望能夠說 如果是DNAQuality好的樣本 那會大的結果 當然會應該會比較好 那至於說我們知道 很多臨床的檢體 它抽出來的RNA 都Quality就是高高低低 那可能已經很快 把那個檢體已經放在液態袋裡面了 有時候抽出來還是不是很好 那我們就有做測試 那分於這種樣本的話 理論上是 如果是我們就是 這個方法就是把RNA PolyA去掉之後 Total RNA去做Fragmentation 接上Adapter 然後全部去做Sequencing 那我們自己內部測試結果 就是如果是Total RNA 就好的RNA 跟它就是有加熱去Degrade掉 就是斷斷續續的 有Fragmentation的RNA 去做這個RNA的Sequencing 或是mRNA的Sequencing 那之後分析它的結果 就發現說 的確這個 以這種樣本比較不好的話 就是有Degrade掉的話 跟這個正常的樣本去比較 如果是以這個方法去做的話 這個樣本 正常的樣本 跟有Degrade樣本之間的差異 會比較小 就是它中間斷前面斷斷續續的地方 我們都還是可以把它抓下來 去做Sequencing 所以它跟原本正常的 就是完整的RNA 都會 就有差異的這些基因的數目 是非常非常地少 但是用這個的話 它的差異 RNAexpression的差異 的基因數目就會比較多 那就是提供大家 就是我們 所以我們做Sequencing的 基本的分析 有包括Expression Level 那它的Differential Expression的差異 等那些基因 那以及會找出Fusion基因 那Sequencing Junction的Detection 那Rush的話 如果我們Rush的平台 我們有 就是 是TiteiMine的系統 那所以有分 就是DNA樣本的分析 跟DNA樣本的製備 跟上機 上機就會選一個整片 或者是二分之一片 四分之一片 八分之一片 那另外BioIT的部分呢 那我們就有一些 一些設計的一些 適合 臨床檢體收案的 這個 一些好的一些 蠻方便的一些系統 就是說我們 跟醫生合作 我們收樣 每個樣本 可能收了幾千個人 每一個人都有尿液血液 各種不同的樣本 那這個Santopr 就可以方便去追蹤 每一個人的每一個樣本的收案 精度 那ByQuestion呢 還有可以 這個分析 Phenotype 的那些 病人Phenotype的一些 問卷調查的登錄 那還有其他的一些使用 那這些使用都是免費的 那歡迎大家去 如果有需要的話可以使用 那在我們這邊 中心做的Sequencing 的話都有附帶這個 Bioinformatic分析 那如果是外部 已經在別的單位 做Sequencing之後 那想要再進一步做一些 BioNT的分析的話 我們也有提供服務 就是我們是HalveGeno的 還有Exomy的 還有RNA的 這個 Losal-Petrozygosity的分析 那這今天的主題 Micron的Sequencing呢 我們是目前還沒有提供 但是已經快要提供了 最近會推出來 那我們是收 這是我們的收案的 收樣的標準 就是我們會收 大概是有一個 會要求一個 量跟品質 Quality跟Quantity上面的 一個要求 當然是Ring值 當然是越高是越好 就是確保樣本的完整性 那是用TrueSeq Igumina的系統去做的 所以跟剛剛介紹的 劉博士介紹的一樣 就是會接上 5-prong的Adapter 3-prongAdapter 然後去轉成CDNA 去做PCR Sequencing 那之後我們的Data分析 那是也是有包含在裡面的 那包括說 目前我們現在在做的一些 就是對於 已知的Diabase裡面去找 去定量出這些 Micro-RNA的Expression的Level 那找出這些Sequencing Align上去了以後 去找出這個 已知的這邊 這個Mia的Locus裡面去找 已知的這些Micro-RNA 或是它新的 或是會不會有前後Shift 或是說它新的 像這種本來是 就是這個就Arm Switch 剛剛王老師介紹的Arm Switch 就是Tapop來是在這個VGen 那我們後來Sequence 找到的是另外一個 或者是說有一些Variation 那 Isomere一個兩個Base pair Editing方面的 那目前是還在陸續續的增加 那如果有任何的需要 那在申請我們的服務之前 都很歡迎跟我們電話聯絡 或者是開Pre-Service Meeting 那我們在跟BioNT 跟我們實驗單位 就是一起去討論 各位老師的Design 然後我們實驗端跟分析端 要怎麼配合 會最適合各位 那這些都是很歡迎大家 跟我們一起聯絡 謝謝